宋神宗元峰四年 公元1081年 春三月 苏氏因为屋台失案的原因 遭到政敌的排挤和打击 被贬折黄州 苏氏的好朋友张志夫 给苏氏寄来一首羊花词 水龙吟 原词如下 燕芒英懒方残 正堤上柳花飘坠 清飞乱舞 典化清零 全无才思 闲衬游思 敬临深院 日掌门壁 磅珠连散漫 垂垂玉下 衣前辈 风拂起 蓝杖玉人睡觉 怪春衣 雪沾穷坠 绣床悬满 香囚无数 裁缘雀碎 十见风儿 养年清粉 鱼吞池水 望张台路有 金安游荡 有盈盈泪 张志夫给苏氏寄来的这首羊花词 一来表达对苏氏的慰问之情 二来 这首词也是张志夫惩才路斯的词作 三来张志夫在词中表达了自己慈家寻暗之际的离情别思 苏氏独霸 提笔唱和了 水龙吟 赐运张志夫洋花词 似花还似飞花 也无人稀从较坠 抛家傍路 私粮却是 无情有私 影损柔长 困憨娇眼 欲开还毙 梦随风万里 寻狼去处 又还被 应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 恨夕缘 落红难坠 小来雨过 遗宗何在 一池平碎 春色三分 二分尘土 一分流水 细看来 不是洋花 点点是 离人类 此外 他还给张志夫写了一封信 在信中 苏氏谈到他这首词的具体写作原因 成欲 甚敬以处忧患 非心爱我之身 何以疾词 仅致之作又也 柳花词妙诀 使来者何以措词 本不敢记作 又思公正柳花飞时出寻案 坐享四子 闭门绸缎 故写其意 赐运一手记去 亦告不已是人也 苏氏做这首水龙银 赐运张志夫杨花词时的心情时是十分复杂 而且感情也是相当充沛 从苏氏的书信中至少可以读出好几个重要的信息 一是苏氏感动于好友的慰问之情 二是探服张志夫杨花词词的妙句 三是迁情于四子的闭门绸缎 因为张志夫在杨花词中倾诉的离情的对象四子 四子是张志夫家里边四位能歌善舞的家机 也就是苏氏书信中作响四子 闭门绸缎所指的四子 他们也是苏氏熟悉的 因为苏氏本人也曾经应张志夫之的请求而数次给他们写过歌词 四是苏氏痛感于仕途的跌宕起伏 五是苏氏坠坠于自身的孤微处境 因为党争的缘被贬折到黄州 他不仅经历了失去俸禄 一度缺乏住所等物质上的极度匮乏 而且经历了朋友熟人多离散和冷落 加之乌台诗案给苏氏心里造成的阴影 他没有自由创作诗歌的环境 还有就是苏氏认为自己未来的仕途也是一片渺茫 他的内心世界充满了困惑 苦涩 寒冷和寂寞 可以说 苏氏从贬折到黄州的最初几年里 他的心情基本上是在这种状态之中度过的 因而 苏氏笔下的杨花就不再像张志夫那样单纯 而是寄托了无限复杂的情感 正如词中所说 抛家傍入 思良却是 无情有私 在苏氏的眼里 杨花已飞花 而幻化为身为相思离别的思春女子 也如同漂泊无定的离人 苏氏在水龙营赐运张志夫杨花词 将离情与西春伤势的生命感怀相融合 委婉含蓄地包运着词人身处忧患 慎静慎言 人生无定地痛楚悲叹 苏氏的词作中降花与人 景与情融为一体 丰富扩大了词作的情感容量 使其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词作的结尾确实达到了画龙点睛的高妙和神奇 戏看来 不是洋花 点点是 离人类 情中有景 景中有情 在回味无穷 回旋往复总曲中确近 于衔更新 结尾既干净利落 有始词意得到了升华 鱼韵绵延 如果这首词能按照宋代的歌词旋律唱出来的话 一定是一首催人泪下的歌词